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点都没客气 张帅刚才的这个后手打的还是相当的势大力气 拳手点到又是一个后手塞进去了 节奏很快 没错 拳的输出角色比较非常高 而且对中线的击打相当的有效 两位一开场都比拳开 没错 而且 一点儿不试探 张帅这边自己的后手起码已经打中了对手三个了 我们看这个带黄色拳套的是 红方拳手张帅 来自和肥搏击火 戴紫色拳套的是来自天津阿富搏击的李涛 是的 今天带拳套可能不大好区分 大家看他们拳套上面那个缠手 就很容易看到红来双方 没错 因为短裤颜色一样嘛 是的 这两个人肤色又差不多 听我的 铁格也差不多 肤色也差不多 身高臂展上差的不多 李涛是179公分 比对手高了4公分 臂展是183公分 比对手长了3公分 对 他两个年龄也相似 对 一个97 一个98 都很年轻啊 对 就是出生牛都不踏步 对 我记得 一上来正是能拼能打 我记得张帅之前还参加过这个武林星代啊 当时很青涩 现在这个打法 我觉得越来越常熟了 对 李涛这边的进攻输出也上来了 的确是啊 就上来之后有点不适应对手的节奏 但是现在节奏越来越好 能够往前搬一搬 步伐上还是要去压一压对手啊 一上来打得有点 对手打得有点往后退 也没有顶住对手的进攻潮 是的 这个蓝方选手呢 这个是来自天佳国基 他的教练呢是赵慧哲 是 明师出高途啊 没错 又培养了很多武器明星 比如说 我们知道的有着十二连胜的 十二连胜的谁啊 李联邦啊 李联邦 没有没有没有 欧阳峰嘛 西都欧阳峰 对 从来被打败了 是的 我们看这两位现在这个节奏打得还是不错的 没错 嗯 全腿的组合也不错 对 主要是现在李涛有点找回自己的节奏 对 特别是李涛 对 好 这个技术给的不错 连续两个 连续一个下压 对 现在 呃 张帅这边开始 就是下压去飞膝 下压去顶对手 去击对手的虎 其实可以选择这样的打法 就是一个 我打拳 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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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摆拳给的也不错 我感觉这个 全腿对方 两方都输出的不错 但是这个腿法可能会有点缺缺 没错 就两个人 拼完拳帮你挡懵的再说 对 就是你给我拳 我一定会回你拳 对 就你给我拳我一定会回腿 就两个人第一回合上来拼一拼这种状况 就其实很正常 就年轻人来讲很正常 就像我们之前可能看到有些运练 在打的 就咱们说油一点 但是我觉得这个词 其实是一个好词 就是 他可能会更知道自己的比赛节奏 就脑子来打 没错 其实比赛就是这样 就是如果 一方陷入到另一方的比赛节奏当中的时候 其实这些很可能 就是你自己的东西可能会发挥不出来 比如 我们说一个简单一点的移动 就是如果老师对手带着你来游走的话 那么 他就被对方去带一带 对 这两个人比赛都还不错 好 第二回合开始了 其实张帅呢 有几次大赛的经验 包括我们武林峰的环球拳王争霸赛 参加过两场了 分别点赴了谢宇航还有易雨萱 是 这两位呢 也都是参加过我们武林星带的一些运动员啊 外围的单击 两个人进阵为进的都不多 互相给换拳了 头换腹 给的还不错啊 前次打出去 感觉还是李靠这边啊 就中线的防守啊 两个手还是略有点开 就是张帅的直拳还是能够 不管前指和后指还是能够塞进去 我觉得这个时候拼拳的过程当中 冷不丁的来一个腿法 我觉得会可能会有效一点 这也是年轻运动员的通病啊 对你看我就说两个人打上头了嘛 对要把拳腿组合一定要连贯起来来用 对前手后手打完之后 单就拳法来说 你看就张帅打的会更立体一点 不管是他的下压直拳的肌斧 还是侧钩的肌斧啊都能够打到 很力道 对 导完之后又是一个 哎呦 前摆又上来了 后摆掉了 护齿掉了 护齿打掉了 赵教练有点急了 李涛你再怎么怎么样 哈哈哈哈 下来估计IP 防守都做得不好啊 嗯 对 确实第二回合没有第一回合 你看 没错 这个李灰 这个李涛啊 是 就是他我个人觉得就是他的时间差算的不如张帅算的好 嗯 其实你呃 就单纯我们说打拳这个事来讲啊 你就是在打对手的一个时间差 就是比如说我前手打完之后 我打完 错不及防的时候再打第二 对我打完我打完你一个外线之后 那就是我的外线啊 那你肯定要去防守嘛 对不对 你防守的过程当中你抬手的这个时间差 我紧接着我的后手往上去打 就是这个时间差 我觉得张帅今天在这个事的把握上要比对手要好一些 做得好一些 嗯 所以很考验一个运动员他的这个灵活度啊 嗯 就我们就看 就看张帅现在他的直拳 你就看他的直拳就可以了 有两个人要么就是互拼 哎 终于舍得上腿了 对 这个腿得用得上啊 哎呀 我们终于听到了一声清脆的啪一声 啪啪 哎 终于能听见响了这场比赛啊 对 这个时候我觉得你多用腿法反而会对你的这个比赛 呃分数啊 会有一点这个优势的 是 因为在拼拳的过程当中难分胜负 嗯 而且很多拳会被挡掉 你看或者两个人这样的互换 就是同样的一个前职两个人都重不重 就是你出拳有有空当的时候呢 我的拳也上来了 而且两个人都没有想太多打防守反击的意思 就是你看 他们基本上都是主动进攻碰在一起了 对 就是主动配主动 好 所以他这个有效打击就降低了 嗯 但是场面确实很精彩哈 对对对 两个人出拳的比赛都比较高啊 因为 赵建连都急了那会儿 对 但我觉得哈 第二回合李高做的稍微好一点的是就是 呃比赛的节奏两个人基本上是入开 嗯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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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觉反而第二回合打得更加保守了 没错 就是腿法的运用上 我觉得就是全腿的连击啊 可以多出一出 你看两个人一上来又是 在这个状态啊找回来一点 对 又开始拼拳了 开始拼拳 对 找时机一定要找时机 如果说单拼拳这个事啊就是 李涛这边做的不如张帅啊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大家能够前两回合能够感觉到哈 就是啊 张帅这边第一 出拳的变化比较多 自己的直拳摆拳 然后还有有时候他的前手和后手的勾拳上钩 都能够打出来 然后第二就是 他在拳上的打法可能更加立体一点 你看就像上打头下肌腹这样的动作 可能会出的比对手更多一些 是的 是一个 就要全方位打拳啊 没错 就更立体一些 花样也多 是 所以这回合我觉得 腿为什么还不拥伤呢 就感觉有点着急 对感觉跟他看场拳击比赛似的 赶紧呢 哎呀 姐姐替你们着急呀 嗯 你说拳击比赛吧 两个人的游走跟摇闪又没有那么多 哈哈哈 而且这样拼拳呢 拼着拼着你自己就会有点懵 有点懈怠 对 而且你看张呃李涛这边啊 就是张帅防守端做的还不错啊 就手一直拿的比较高 就李涛这边还是会有两个问题 就是第一 他的中线防守没有那么的紧密 你看又是直拳 非常容易被对手给塞进来 对 然后第二呢就是说 随着你看体能第三回合慢慢下降的时候 你看手越来越低越来越低 没劲了 对 当然肯定不会太低低到腰 这是不可能的 但是 就一旦这样的话 就对手如果从就是外线稍高一点 对手也的角度还是容易能够打进来的 还会拿捏到你的那个点啊 没错 所以很多年轻运动员一个通命 就是可能他们在前几回合 前两回合吧 就是发挥的状态都是不错的 没错 在第三回合的时候可能体能没有那么的好 是 体能分配不均 对对你的这个发挥也有所影响 是 其实我们国内的运动员在早期的时候去打国际比赛的时候 经常容易吃这样的亏 就是因为我们很多像那种重炮手 老是想着一二回合能够把你给直接给干倒 没有了 对打倒干挺 然后但是 没想到对手很难缠 对很多欧洲系的运动员他们是什么 从拳击系出来的 而且他们不管是在你上肢的摇闪上 摇闪上还有上肢的防守上 尤其是一个比如说一个细节的动作 在防守头的时候他们会做一个下压轴的护腹的 就是保护腹部的一个动作 所以你前两回合你用尽全力你没有 这是张帅踢一个高扫啊 没有 没有站稳 是 你打当你打不透对手的时候 前两回合没有打受 第三回合就很危险吧 不是这样比赛两个人体能还都不错啊 到 扫到支撑腿了 有没有太大问题 又是一个下下起伏 到 得很准啊 结束了 是的 三个回合也比较 其实还是挺精彩的 对对 今场典型的对攻战 对攻战队 我刚刚说 拼大型的选手 仿佛看了一场成绩的运动 对 因为他们的腿法输出 确实相对比较少 对 就是比较清脆的 我们认为的有效击打 我们可能就听到了一声 对吧 两位选手在三局比赛当中 不间断的 疯狂的在输出 那这场比赛结果到底如何呢 下面宣布比赛结果 一号裁判员30比27 二号裁判员30比27 三号裁判员30比27 比3号裁判员2号裁判员 开预